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的营养师会教我们怎么样照顾好自己的饮食 你在打比赛的时候 当你觉得那天好像发挥不好 或者是一直好像不顺 你怎么去调节你自己呢 惨了 是了 真的吗 没有 我们就是要一直的适应 一直要改变 因为有时候我们打不好的时候 我们就会越打越怕 就不敢打这个球 不敢打那个球 但是我们还得打那个球 所以要怎么样度过自己的这个 没有信心的那个关 然后要敢敢打 这几年你打了那么多场比赛 有没有哪一场是印象最深刻的 新加坡公开赛肯定 我们是猪肠嘛 在Indoor Stadium打 然后很多新加坡的球迷们都来看 来支持 就真的是猪肠的那种气氛很好 Home ground 对 那打羽毛球打了那么多年 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以运动员不只是我 我觉得很多运动员都会有不一样的几率 他们没有这样容易放弃东西 因为我们训练的时候就是要一直拼一直拼 我们累了还是要顶住不可以放弃这样 对现在很想要 就是参与这个羽毛球运动的人 对他们有些什么样的建议 我觉得首先要有一个目标 当你有目标的时候 你会朝着那个目标走 就比如说我小时候 就知道我要赢奥运冠军 当然我长大的时候就发现到 其实越来越难了 所以就慢慢地降低我自己的 降低自己的目标 但我还是希望我可以得到奥运的奖牌 就好像我赢了世界冠军 我还是还没有达到我的目标 我还是想要继续 继续推动自己 我到世界第三 我还要到第二第一 然后就有那个推动力 那可能不是每个打羽毛球的人 都是想要比如说要去打比赛 去拿冠军这样的 那对那些人有什么样的话 可以对他们说 享受 享受 娱乐 等一下就享受 我觉得健佑是一个很活泼 很阳光的人 整个状态就非常好 就感觉他充满希望 又感觉到那股憧憬 Jermy在干嘛呢 Jermy 你不要把他带出我 再带出我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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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rmy 你在干嘛 Jermy 你在干嘛 你朋友 身材医者的兄弟 活宝 活宝 怎么会有空来参加我们节目呢 因为我是他们两个的幸运物品 所以我就过来一下 给他们加油 我们绿组跟蓝组的队员 一些小贴士有没有 通常上场我会做一些步伐 步伐 有那个感觉 还有也顺便热身 可以示范一下吗 看一下 就只有一个这样 我的眼睛真的直瞪着他看 我想有可能吗 真的是他吗 洛杰瑜很可爱 就是好腼腆的感觉 跟他在球场上 那种有杀气的感觉 也完全不像 希望你们今天双方都赢 双方都开心 加油 好 谢谢 蓝组 那我们现在来一个大 大的叫好吗 大叫好来 你也可以在 Mi Watch 则 变费 随心选看更多 新牌运动员的视频